看 The Try Guys The Try Guys Get Boobs 欢迎收看OneUp,我是王小光 今天是OneUpReview一番批判的第十期 上周没有更新因为出差的关系 这周我尽量的多补上一些 所以我其实今天准备了有六个App 但是老有人说我节目长 所以我就把它剪到了四个 希望短一点 然后今天可能蛮多的篇幅会花在最后一个 就是这个皇室战争上面 这是上周非常热门的一个App 一个游戏 一个事件了算是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星期的App Store上面有多少个推荐位 首先是上面的这张图 上面这张图 然后在优秀新游戏这里又有一个 第一个就是它 然后在优秀新游戏上面这条banner上面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 所以一共有九个推荐位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App得到这样的优待 第一个叫做Best Before 这其实不是一个新的App了 那我之所以去把它翻出来 下回来是因为我上周看到了一个惊人的东西 现在屏幕上大家看到就是 是住在上海市徐汇区的肖先生的一个Excel表格 他说小王我今天去买过菜了 这几天我在晚饭你就不用特别考虑 过几天我出差你就照这个弄晚饭和早饭 有些没有的蔬菜什么的可能需要当天买 Excel放大一下看 第一栏是这个菜的名字 菜单也就是 然后后面注明了这个菜需要用它的主材 它的家里冰箱的什么位置是在冷冻室冷藏室的第几格 什么都写的非常详细 如果你要做这个菜的话 你就要去菜场买一点什么辅菜 最后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是备注 备注里面会说 这个菜是我是3月3号就冷藏的了 你要尽快把它用掉 那看完这个我有什么感触呢 首先我会觉得 其实这个是我蛮想做的一件事情 一直以来蛮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对我自己来说 我想把我家里的食材冰箱里的东西不要浪费掉 因为我经常要因为这个东西过期就扔掉 或者说是 过期里把它吃掉这种事情也是有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APP 叫做Best Before 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新的 那这个类目的APP 其实有过不少 我这边添加一下 比如说沙茶酱 比如说沙茶酱 我在这边举个例子 然后分类里面直接就可以去选了 它是食物 然后有效期可能是一年吧 有效期我就设置为到今年的3月19号就到期 从今天开始到过期就只剩13天了 生产日期什么的 好那添加了这个以后 然后你就知道你家里是有沙茶酱的 然后是比如说鸡翅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有效期可能是到13号就到了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做成一个很长的列表 你就知道自己家里面有什么东西需要去赶紧用掉了 那证件啊什么的都是可以去更新的 但我其实对于我这样一个特别希望是处理食物的人来说 我可能会觉得他这些其他的分类对我来说有一点多余了 比如我是会觉得说他在食物里面给给我一些更细的分类会更好 毕竟这个app的logo就是一个冰箱嘛 那我觉得能不能专注在食物上面呢 那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按刚才设置的他到时候是会提醒我的 就快到期的时候 那我就比如他提前个三四天告诉你的话 你可以赶快把它吃掉 就不用再拉肚子了 然后第二个app叫做Viceland Viceland的呢 shit sorry 这很有vice的风格 那我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东西 因为我当时摆下来是可以看的啊 今天我怎么网络怎么弄都看不了 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就Viceland是Vice这个一个媒体品牌了 他们旗下的所有的这个 他们旗下有非常多的视频频道 那Viceland是他们逆袭回电视啊 就是在开了一个电视台就叫Viceland 那这个Viceland这个app呢 就是这个相对应这个电视台对应的一个app 那上面可想而知也是很多的视频节目了 那今天因为这个 up打不开 我现在给大家看的是 他在去年年底推出的一个 关于这个电视台的预告片啊 大家可以稍微的想象一下 这个频道里面的内容是怎么样的 然后这些节目 我其实不太清楚它是怎么样的归属啊 就是说这些节目是指在哪里放的还是怎么着 因为如果你喜欢那Viceland下面的一个频道的话 它基本上你是可以在这个大众的视频网站上 像YouTube这样的网站上去订阅到的 所以这个app实在打不开也没有关系啊 不耽误你去看到其他内容 今天第三个app叫做bfvideo 那我是有bfnews的 就是这个bf就是buzzfeed 但我比较喜欢这个app的一个点 就是它在UI上面非常的有创新 创新在哪里呢 你可以看到像instagram一样 这些照片都是我在看 这些视频都是我在放到的时候 它就开始播了 你并没有说我要看到这个图片点进去 然后再点播放键什么的 没有的 当你翻到它的时候 它就已经开始放了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 这个视频的时候 其实你即使你想点去一个详情页都没有 你就点了它只有这个页面 我这个非常非常的酷啊 很喜欢这个处理 那么下面也是一样的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shows这个也是 刚才大家看到这个主页就是它的这些频道 的最新的更新啊 也是很有buzzfeed的风格 就很年轻 我喜欢try guy 我很喜欢the try guys 穿女装啊 去爬那个超级人者什么的 很有趣的一堆人 你看 the try guys the try guys get boots 那这两个app我是在美国区下的 所以中国区不一定有 如果你想要的话可能要去那些区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主主主主要的特辑 皇室战争 这是来自supercell的这个app 直接的展示一些这个 让人兴奋的东西啊 首先呢 开宝箱对吧 开宝箱 那这里包括了很多的宝箱 我先开一个免费的吧 左上角的这个 开了以后你会得到一些金币 然后得到一些宝石 然后还有卡牌 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卡牌两个来源之一啊 一个来源就是 这免费还有啊 就是几个小时就会给你一点的资源 那现在大家应该也比较容易理解这种 时间换取奖励的这种模式了 那我再开一个白银宝箱 就比刚才那个要好一点 刚刚那是木质的啊 OK 打一场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秒搜啊 秒搜现在我的对面是一个真人 他叫做Dog Extreme 他的部落叫做Malaiko 那么对方有三个塔 我也有三个塔 我的目标就是把他的塔给拆掉 他的目标是把我的塔给拆掉 那我下面这些有很多的牌啊 现在因为说话呢 我已经耽误了一点时间了 但是为什么他还没有出手 好我放了一个女巫上去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女巫的 这个紫色字 这个卡牌下面紫色的字 就是他的花费啊 就是花费底下这条紫色的 在增加的这个数字的 叫圣水 他叫做圣水 好那我把这张牌 只要他满足 比如说他需要五点圣水 那下面涨到五点了 就可以把这个冰给拍上去了 那我先拍上去个巨人 拍上巨人的这个生效 就像是这个权力游戏里面的这种生效啊 那每个卡牌 它是有很多的特征的 比如说巨人他只会攻击建筑物 他他不他会无视这个路人的 但是呢路人就会无私的这样打他 就肆无忌惮的这样打他 好那我的女巫 就是还是现在还是很很有效力的 现在我来放一个哥布林小巫 哥布林小巫 就是可以不断的产生这个头毛的哥布林 现在呢我伤害了对方 左边的这个塔伤害了一点血啊 右上角有一个时间 时间是现在还有一分48秒 那当时间走到零的时候 游戏就会结束 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 待会会说啊 我觉得它蛮终极的 就是说现在手机游戏的这种形态啊 它是一个蛮终极的形态 待会我再跟大家解释我为什么会这么想 尽管说我现在觉得很多很有名的东西 我其实都没有玩过 像是鲁瓦鲁 或者说是像是炉石 我其实都不算是真正的玩过 但是我会觉得这个游戏 我大概能想象到它去吸取了 现在流行的这些东西的什么特质啊 形成它现在这个终极的形态 我就在手游这种计时对战等等这些方面 蛮终极的 好现在我搭了两个塔 哎呀不妙不妙啊 它出来一个王子 这个王子的特征是冲刺 它攻击力非常强 我可能会扛不住这一波 但是呢我这个女巫来挡一下了 女巫来挡一下 女巫的特征就可以放出小的骷髅 好吧灭了啊 那现在时间进入倒数一分钟的时候 哎呦他一个放了一个火球啊 时间进入倒数一分钟的时候 比赛会激烈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胜水的这个增长速度 会变成双倍 也就意味着你可以出兵的这个 资源会更多一倍 所以说大家都会疯狂的掉兵出来 也就会更激烈 也更混乱 嗯 这场打的一般嘛 不是很好看 不是很好看 也许还分不出分不出胜负 嗯 不妙 因为一直在说话 所以很赞 好他现在在拆我的这个塔 拆了这个塔 但是目前来说还是我伤他伤得多一点 现在马上时间就要到了 时间就要到了 那时间到怎么办呢 大家会看到一个突然死亡模式 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只要任何一个人打下对方的任何一个塔 那么他就赢了 那以这局来说 应该是我可以去打他的塔吧 因为我的兵不是都往先冲了吗 在 嗯 有十有好像他有二十几种的兵种 非常多 好 现在他有五十五百多呢 我在三十秒之内只要把它拆掉就可以了 问题不大了 好 赢了 哎呀刚才忘了展示了 可以嘲讽 可以嘲讽 这边有一些这个定型文和表情可以用来去 嗯 好我这样我就获得了一个白银宝箱 那接下来又说到另一个系统了 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升级你这些卡牌 卡牌来源只有一个 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开宝箱 像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 那我现在 嗯 右下角有一个宝箱是正在开的 所以他现在还需要二十三分钟可以去 二十三分二十七秒可以打开 嗯 一个时候只能开一个宝箱 那这个开完了以后你再去拆别的 白银是最低等的这种需要时间去拆的 黄金宝箱需要八个小时 紫色的宝箱需要二十四个小时 所以就 不知道谁想出来这个太难受了 因为你想瞬间打开它吗 只要用宝石就可以了 那宝石呢 就是从宝箱里来的 但是肯定不够你用的嘛 但是想要获得更多宝石的话 你就要去花钱去买啊 那它这边 嗯 这是商店商店的话 嗯 最基本的来源应该是这个宝石这块 宝石你是花人民币买的 嗯 买了以后你就可以用它去买这种 超越别人能力的这种神奇宝箱了 那这些宝箱你买了 马上就打开你的卡牌就一下子比别人要强了 嗯 然后卡牌也是可以直接买的啊 刚才说两个来源 一个就是开宝箱可以获得 另一个呢就是你可以直接买到一个 嗯 这种厉害的角色 那我们来看一下卡牌这一块 啊 卡组可以做三个 那我这个号其实很很初级啊 现在还是在一级的 二级的竞技场吧 一级 那当这个角色累积了一定的这个卡牌数量以后 比如说它现在已经有十八张了 对吧 那你就可以把它升级一下 升级以后 嗯 攻击力啊什么数字就会上去了 嗯 然后 下面这些是代收集 也就是厉害的卡牌 那这些卡牌后面的卡牌 需要在后面的竞技场里面才可以解的 它一共现在是有七阶的竞技场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竞技场是自动升级的 就根据 大家可以看右上角这个奖杯啊 这个奖杯有339 我现在那339是 如果你的奖杯达到了400的话 你就可以进入这个买谷深渊这个二级竞技场 达到800到野蛮人 就是这样 它是自动的 就那我们就在说 刚才这个战斗的时候 你可以获得两种东西 一个就是 皇冠啊 就拆一个塔 可以得到一个皇冠 就可以积累 右上角的这个开宝箱也是 然后还有就是 奖杯 你可以从对方那边抢一些奖杯过来 然后当你的奖杯升到一定数值以后 你就自动进入下一阶的竞技场了 就是一个 这是天梯对吧 我不知道 我没有玩过有天梯的游戏 但我猜大概这个就是天梯 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成就系统了 还有一个训练场 那训练场打的话就没有宝箱 我边边打边说吧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游戏比较终极啊 首先打一盘非常快 就一盘 然后它又是直接连网打嘛 它也没有打电 就是一开始那个教程是打电脑的 然后打起来非常的快 时间很很短 需要的时间很短 三分钟 有时候你可以直接把人碾掉 三分钟你想你比那个还快来 你比那个 帕斯多拉还要快呢 比帕斯多拉快 帕斯多拉打一盘可久了 就这边打的 然后呢就是 我觉得它另一个就是让这个游戏的紧张感稍微下降一点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游戏里面输了 其实你不会失去什么 你会失去一点点的这个宝箱 但是你很快就可以赢回来了 失去一点点的奖杯 很快就赢回来 根本没关系的 就是很没有压力的去一盘盘的打去锻炼你的这个战术 卡组啊什么的 就是你想玩就可以玩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很多这个付费的这种手机游戏 它其实都是在让你花钱去解决一个 你现在就想玩的这个心情 你没有保持了 没有耐力了怎么办 你拿个石头去买一买 可以多打几盘 但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拆拆 拆掉一个塔 拆掉一个塔 我现在再来一个放一个哥布林小窝 我现在这个卡组就都很一般 都是很基础的这个角色 刚才说了就是终极的一点就是 它首先就是时间短很速实 拿上来就可以换 然后呢 嗯 它又集合了很多这个热门网 热门游戏的这个要素 像是拆塔像是卡牌 像是这个消费啊什么的 就是这个体力啊 就是它叫 好 那我现在拆了一个塔以后 大家注意 OK就直接把冰推进到那边去了 它这个也很 也有一些即时战略的这种味道 在这里 这个塔本身就是有攻击力的 很遗憾没有让大家看到这个 直接推它的主塔 把它这个王给推掉 就显得我不是很强的 但是我现在一大堆人马已经上去了 联网的速度还可以啊 这个联网没有受到过什么阻碍 好 赢了啊 刚才应该用这盘做第一个演示的 好 没关系 好 大家看到现在我就赢到了三个奖 三个皇冠 然后三十个奖杯 然后一个宝箱 这就是一盘可以赢到的东西 在这里 嗯 两个奖杯 两个皇冠就到上面去了 拆了它就可以 又开宝箱 那如果我现在再进入对战 我还是可以去玩 但是呢 我就没有办法收到新的宝箱了 所以 好的 这就是星空战 皇室战争啊 这两个字真的有点像星空战争有没有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审判时间 Best before 我会继续用一段时间 直到有更好的取代方案来出现啊 我还是比较希望能够把我的冰箱里的食材好好管理好 然后 嗯 有一个计划的啊 该做什么菜啊 就是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然后Viceland 鉴于他现在打不开 然后 他的节目我在其他地方也能看到 所以我就删掉了 然后BF Video 我觉得他的 嗯 交互非常的创新啊 然后 多说两句 他的这个交互 我觉得这个直接的方式真的是太好了 非常喜欢 那就像是 Instagram上面的视频 比起Twitter上面的视频总是更好看啊 即使是 比如像Twitter上面的视频 可能是来自Vine的 但是你还是点过去等等的 就特别麻烦 但是Instagram上面就直接就看了 也就像 嗯 不太恰当的例子啊 就朋友圈的视频 小视频 你是浏览到你就 开始直接放了 但是你像新的微博子 你也许就要去做一次点击开始 或者再点击跳转等等 就特别麻烦啊 所以特别喜欢这种很直接的方式啊 但是因为他的内容 我不是特别感兴趣 因为BuzzFeed只有一两个频道 我是偶尔看的 其他我都不太感兴趣 然后皇室战争我会先留下来 那就是这样了 今天剩下的两个app 好以上就是今天oneapp的全部节目 欢迎大家在社交网络来关注我的账号啊 也欢迎大家来跟我探讨一下 就是要实现这个肖先生那种变态式的统计和统筹方法 除了我现在用的这个best before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手段比较好的啊 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那今天的oneapp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谢谢大家